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台湾第一座抽续发电厂 抽续发电是利用上下两座储水池 深夜时间将下池的存水抽出入上池 在中午或傍晚 再由上池放水发电 储存于下池 如此循环利用 低价值电可转变为高价值电 是非常有环保概念 与其他尖锋电厂发电的方式不同 提高大容量火力 及核能电厂的效率与经济力以外 对于电力系统功率改善 及运用弹性的注意也是很大的 明湖抽续发电厂 于明国74年8月完工 是现在的大关二厂 当时是远东地区最大的地下发电厂 当游客来到大关二厂时 从外观只能看到下池 大坝及坝底的电厂控制大楼 还有开辟厂等设施 却看不到发电厂的厂房 它是整个抽续水利发电计划的心脏 设置在深邃的地底下 所以像一堵电厂工程的浩大 您非得深入隧道一堂究竟不可 明湖抽续工程以优越的品质达成任务后 原班人马继续新建明潭抽续发电计划 位于明湖抽续工程的 水里溪下游五公里处的车城村 仍然以日月潭水库为上池 在水里溪车城村的上方建筑下池坝 储存发电后的净水 利用上下池高差出续发电 工程自民国76年起到民国82年只供7年多 耗资400亿元 近3000工作人员 完工后定名为明潭发电厂 于明国84年6月运转 是地下室最大的水利发电厂 明潭电厂利用日月潭水库之间高低未能差达380公尺 产生发电量比明湖电厂大 它与明湖抽续水利发电厂是目前台湾水利发电的枢纽 总发电量比核能一厂还多出一倍有余 明潭电厂也是台湾最大的水利发电厂 抽续发电机组装置容量不仅在亚洲排名第一 在全世界也高居第四位 明潭及明湖两大水库距离约4公里 各有井湾台、可供观湖、观山井 两座湖岸广直花木、群山围绕、水碧绿 山明水修的美景让人心旷神意 有趣的是明湖与明潭抽续日月潭水库的水发电 使得日月潭成为一个有潮汐的内陆湖泊 头一山一线通往渔池的公路上 如雨水位下降时被淹没的三座桥便会扑上来 雪落桥出的景观因而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 还有三潭音乐指的是明潭、明湖水库所形成的湖泊 和日月潭相互辉映 形成别致的崎岖景观 近年来台电公司积极回馈地方并对外开放 已成为当地热门的观光景点 下次您来日月潭时 别忘了浊水溪发电厂的历史巡渡之旅 台电用真诚写历史 让台湾亮起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